好 这个金钟状呢 搞得陆军六军团是灰头土脸 不过当时呢 指挥官是慎重其事 这个官拜中将的陈全关呢 在8月3号就带着金钟状 还包括了陆光奖章 还有追进中士阶级章等等 颁赠给洪家 但是你看到了洪家要的是真相 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呢 先全数放进了仓库 而至于这个陈全关 当天他到洪家穿的是黑色的西装 不是军服IP失礼不得体 但陈全关回应 他说这个事情呢 已经事先跟这个洪家协议过 我觉得陆军奖章特别亲自送到这边来 跟你们报告 洪家人盼不到洪仲丘死亡的真相 却在告别式的前一天 先等到金钟状和陆光奖章 军方同事追进洪仲丘中士士官的军节 该讲的都讲了 那你们 你们做的也做了 但是你们没办法的还是没办法 刑事上的奖状和奖章 由洪仲丘的直属长官陆军六军团中将指挥官陈全关 亲自送到洪家 但是要仔细看咯 怎么陈全关走一趟洪家 却是黑西装白衬衫还打上黑色领带 不说还真的看不出他的军人身份 对比陈全关平常出席营区内外的活动不是穿迷彩服就是军便装 这服装落差太大了结果被批失礼不得体 我们也是要站在洪家的立场来着想 我们也经过事件跟洪家的这个爸爸姐姐一起商量这个样子 指挥官当天的这个穿着 其实是有跟他们智慧过了 身为中将军官 陈全关穿着黑色西装到洪家致意 不过洪家人不想在伤口上撒盐 选择冷处理 将陈全关转班的奖状奖章 全收进四楼仓库里 眼不见为净 中天新闻王一超李自宪张军栋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